大家好,进入了高温高湿的环境 在这个时间段,湿菌繁衍的速度比较快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都会在这个盆土里面进行杀菌 尤其是给它使用了这种杀菌药二媒零之后呢 就有话有资讯问 给它进行杀菌之后会不会把盆土里面的有益菌给杀灭 其实我们使用了杀菌药之后呢 盆土里面的有益菌或多或少都会杀灭掉一些 我们使用一个星期之后呢 就要及时的给它补菌 那么补菌的方法有非常多 如果我们使用了杀菌药没有给它补菌的话 盆土里面的有益菌数量少 有害菌增多了就不利于根据生长 那么我们使用补菌的方法呢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盆土里面给它加入一点这种微生物有益菌 这种有益菌呢所含的有益活菌每一克有三益 这样盆土的有益微生物增多了 有害菌少了盆土的根据才会更好的生长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把它撒到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给它使用这种VM原露 这种原露它的有益活菌非常充足 有十几种有光合菌 酵母菌放射菌等等 在这些菌剂的作用上 不仅可以有效的增加盆土里面的有益微生物 还可以转化为营养 这样一举两得 兰花的根据才会生长的强壮 这些新芽呢也会撑撑帽 提高抗性还有抗病能力 我们可以用来浇灌根部 也可以喷撒盐面 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杀菌之后呢 就与这个有机肥交替使用就可以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